看张震奖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沙猫 晚上六点多钟 当下班的沈聪走到家楼下的时候 他又在电梯旁边的墙壁上 看到了一张新的告示 各位邻居 我家刚刚丢了一只大白猫 那是我们家精心养了两年的猫 我们都十分着急 如果哪位好心的邻居捡到了 请送到二门十四楼1407来 有重谢 沈聪很认真地念完了告示上的每一个字 他的嘴角弯出了一丝快味的笑容 因为那已经是他杀死的第六只猫了 沈聪回到家里 他踩着满地的衣服走到衣柜前面 打开了左边的柜门 一股重重的腐臭味道迎面扑来 沈聪的鼻子痛苦地抽动了一下 但马上他的表情就替换成了满足和兴奋 他拉上窗帘 从地下捡起一个大大的旅行袋 然后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把那些死猫的尸体 一个一个地拎到了旅行袋里 可是当放完最后一只猫的时候 他呆住了 他用沾满血污的手扶住柜门 目光定定地落在了空荡荡的衣柜里 他发现有一具尸体不见了 六只猫 明明是六只 怎么这柜子里只剩下了五具尸体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门铃声 谁啊 能开一下门吗 我是邻居 沈聪急忙把衣柜门关上 又胡乱捡起两件衣服 塞进旅行袋里 拉银拉链 这才走过去 打开了房门 门外站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您 您有什么事吗 哦 你好 我是十四楼的 我孙女养了两只猫 已经两年了 她爱护他们就像自己的命一样 可是昨天 我孙女带他们出去散步的时候 有一只猫不见了 我那可怜的孙女整天像丢了魂一样 你看见那只猫了吗 我没看见呢 求求求您 大家都是邻居 麻烦您帮我留意一下 要是你看到了那只猫 你就帮我送回去 我住在1407 好好好 我要是看着了一定给你送回去 你看 那老太太 那老太太从衣兜里拿出了一张照片 这就是那只猫 多漂亮啊 请您记好它的样子 沈聪从老太太手里接过照片 没错 那就是昨天被自己杀死的那只大白猫 它现在正血肉模糊地躺在李屋的旅行袋里 你这屋里是股什么味儿啊 没什么没什么 有一点吃的东西坏了 我这就去扔了 麻烦你多费心了 你手上是 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是油漆 是刷柜子蹭上的红油漆 吓了我一大跳 吓死我了 那老太太取回照片 颤颤巍巍地走开了 沈聪关上房门 怎么会少了一只猫呢 难道是 那个该死的女人回来过 沈聪站起身 她微微抖动着拿来